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上赞款的天数可以记得这个天数的利息是几天呢 十天 但是好处是什么呢 你明天你今天去做回购的这个资金就可以使用了 换言之就在你的账户当中你明天可以去买股票了 可是你真正要把它取出来 你要到十月九号 就是我们国庆长假回来之后才能取出 但是如果说你明天再去做 一天期也好 两天期也好 七天期也好 你明天做回购 九天的这个假期都没有利息 你只有一天是可以记利息的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要去做回购的话 想去享受这十天的这个假期 必须要在今天你去做这个回购 而且呢 这笔钱你明天就可以用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说今天要做一个决定是什么 如果你打算在你的账户当中的钱 你想要取出来 或者说国庆你作为他用 甚至出去旅游啊 消费等等 你今天必须要做出一件事 就是卖股票 对吧 你卖了股票 你明天的钱才能转出来 如果你明天再卖 你的钱也就转不出来了 所以当该做回购的 今天都去做了 可是明天钱就出来了 当该卖股票的 想要把钱转出去的 今天也必须做一个决定了 也都卖完了 那明天是不是没有什么 更多的人要去做空头 或者说要去卖股票了 这样的动机应该再减少吧 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 那明天的市场能不能超预期 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嘉宾 看看他们会怎么看待 认为明天的市场能否超预期 什么叫超预期 大家对于明天这个交易日 其实已经普遍的 有一种一致性的预期是什么呢 成交量不会放出来 热点尤其是新的热点 不会产生 阳线实体也不会很大 能够平稳地收个小阳线 甚至小阴线 都是合情合理的 这叫做符合预期 所以我们要来问问几位 有没有超预期的行情 今天请到的三位 分别是于静 胡桑 还有孙冲 欢迎三位 在我们的微信上 也和大家互动了一个问题 要来问问大家 今天有没有人做决定 是吧 用多少的仓位去过节 A 清仓三成以下 B 半仓五成左右 C 重仓八成以上 我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也参与做了这个调查 但是我参与做了这个调查之后 突然间发现 也好像这个调查和我预期的 有点不一样 以后我们来看看 一个小时直播之后 大家会做出怎样的一种判断 最终的一种判断 简单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 一个是成交量 今天是略有放量 而且你看最近这三个交易日 4015 4191 今天是4415亿 到成交额是温和放量的状态 但是今天自然涨停非常少 14家 可是终于没有跌停的加数了 这三天 包括这一天 前四天天天都有跌停的加数 赚钱效益今天很低了 29 昨天还是普涨的行情 70 今天就急剧下降 非常低迷了 我们先来听一听几位的观点 刚才提到了 要去做回购的 今天也做了 要卖股票的 想要用钱的 大概今天也去卖了 所以明天能不能有超预期的行情 我不知道余静怎么看 会有吗 其实今天整个下午就在忙这个事情 就是忙回购的 对 因为很多的 像我们券商很多的客户 他不明白这个事情 因为这次又是新规之后的第一个长假 所以大家都在问 怎么样能够把国庆节之间的利息都拿到 因为算了算账还是蛮多的 十万块钱可能也要一千多块钱 这个还是蛮大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一下午都在忙这个事情 然后呢 所以说大家从盘面上会发现 在两点钟以后这个量出来了 本来很多的股票在早上 特别在中午前后的时候 还涨得很好的 下来就是 这个就一说这个逆回购高 大家都把抛了一些股票去买这个东西 所以说可能对于市场 特别是尾盘 按理说 节前是应该缩量的 但是今天还放量 对 那就说明肯定是这个 因为这个国家逆回购利息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而且尾盘这个逆回购的一个利率 还是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震荡 最高的时候应该冲到十三四个点 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说今天盘面 我觉得特别是尾盘反应过度了 所以你觉得今天尾盘有很多人 是卖了自己手上的股票 反应确实反应过度 对反应过度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说反应过度呢 有一个这个今日个股 这个涨跌幅分布的一个图 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 这个普跌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跌幅在1%以内的股票 差不多三分之一不到 跌幅在1%到2%之间的股票 也达到700多价 大家知道在互生两市 只跌了0.1左右的这样一种市场里 那股票跌一个多点 这已经算十倍于市场的一个跌幅了 大部分其实都是尾盘反应过度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说大家反应过来 特别是那个钱 它明天又可以用了 那么明天 这个肯定会有一些资金啊 这个会回补一下 因为对我们很多的普通投资者来说 股票是他的生命 他今天是因为各种原因 他这个抛掉了 但是明天如果这个钱回来又能用 而且又不影响他这个利息的收入的话 那么对他来说 他肯定又去买股票了 你觉得就今天假设 你说反应过度 大家抛股票 是吧 然后去做回购 然后呢 这个钱呢 明天一早就可以用了 对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觉得说 我其实就是为了享受这几天的利息 其实我还是想要去布局买股票的 明天你觉得会有很多人 去做这样的一种意愿吗 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蛮高的 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会蛮高的 因为他起码会把 我觉得他起码会把这个今天尾盘 由于大家都去做逆回购的这样一种量 这些成交量会回来一部分 起码会回来一半吧 我猜测的话 所以说明天我大概猜测 应该是一个 今天是个个股普爹了 明天应该是个个股普涨 个股普涨 就把今天这个图形给我翻过来 那明天就是大家 这个9月份的收官之战 应该是以一个红盘 或者普涨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 你是这样期待的 那我们稍后来说一说 明天一天 其实更多的大家要想的指引性是什么 是你节后 因为你明天要做的 就是真的是真的要做决定了 就哪怕你要是预期这个行情好 那你就多持有股效 但万一你要是预期这个行情回来之后 可能不好 你也可以卖股票的 虽然钱拿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规避这个风险 是吧 怎么做 明天到底应该做什么 以后我们再来听听 一定的观点 今天胡桑吧 怎么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因素吧 是不是该卖的 今天都卖了 明天是不是都会回来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明天的行情 还是有一点机会去超预期的 主要就是明天确实看起来 没有卖出的动机 就是如果你卖 明天卖出股票 你钱又拿不出去 然后你这个钱也 不管你放什么回购 你都只有一天的利息 那么这个新规实施下来 我觉得对于明天 抛压这一块 肯定是会受到影响 那么抛压受到影响之后 再加上今天 又是像刚才嘉宾讲的 可能尾盘也确实有一些 这个杀跌的因素 那么综合起来来看的话 对于我们场外 就是我一直仓位都比较轻 对于我们这种仓位 长期比较轻的投资者来讲 我觉得明天如果说指数 是一个略微低开的状态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找一些品种 去短期 小仓位的去布局一下 虽然这个市场 就是10月份的行情 我其实是不太看好的 但是我觉得明天这一天 加上节后的 一开始的这一两天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 还是值得去参与一下 所以你明天如果愿意参与 也不仅仅只是因为明天一天 可能是期待一下 节后回来的行情 对 但是你刚刚说到 说对我们这个10月份 可能会先涨一下 但之后的预期不是高涨 对对10月份其实是这样 因为现在很多都说 好像过去3年10月份 都是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表 我这个人印象是比较喜欢 刨根问底的 如果说你仅看之前的8年 你会发现上证指数 过去8年当中6年是涨的 而且另外2年也跌得很少 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但实际上如果把周期拉长到20年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 这个10月份是涨跌各一半 10年是涨的 10年是跌的 然后在这跌和涨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规律 不知道会不会被延续 就是连涨最多只有3年 就是之前就只有 每年的10月连涨 对每年10月连涨只有3年 而且我们这个3年已经发生了 就最多3年 对那么这个现在就 今年就轮到第4年 会不会来一根下跌的概率 我觉得是偏大一些 而且10月份其实还有过暴跌的情况 当然这个是08年一个特殊的情况 但是10月份其实还有过 01年到05年的连续5年都下跌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 简单地说10月份就可以是一个 什么经久银食 或者是10月份就是应该有一个行情 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谨慎一点 在这个时候在昨天这新的新规实施的情况下 如果明天有低开的机会 谨慎投机一把 是整体的我现在的这么一个操作的思路 对 但是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分析 就算你去投机一把你说的 好像你也不会用比较大的仓位 不会用比较大的仓位 而且不能够高开太多 因为 你说指数不能高开太多 对指数还有你想买的个股 也尽量不要高开太多 因为虽然你明天买进去没有什么抛压 但是截后的事情还是说不清楚 如果你买的位置高 全天没有当天一个获利的利润垫在那边的话 截后如果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你可能就会面临一个亏损 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还是 效果缺口到现在都没补 大家都知道我做节目一直都说 这两个缺口肯定是先补下面的一个 对 就是我的观点一直都很明确 所以说指数整体上在这里 不是具备大的机会 那么不管是怎么投机 出于什么逻辑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控制好风险 你现在还是觉得要先补下面的吗 对 先补下面的 现在你看我们这几天 都是在这个一个点的这个上方来 一直在抵抗 一直在抵抗 对 我觉得这个抵抗的 主要还是跟节前有关系 就是没有 本来就大家已经无性恋战 量能已经严重缩掉了 所以说你要他这里去补缺的话 可能下方承接盘还是有一点 就大家可能形成一个预期 其实我上周五来的时候我就讲过 我说下周有可能在两个缺口之间运行 但是过完节 我还是觉得先补下面这个向上的缺口 这个概率比较大 你指的过完节是过完国庆节回来吗 过完国庆节回来 就是过完国庆节回来不一定是第一天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开始 就要把这个缺口补掉 这个缺口因为是第三个向上的 调控缺口 它不补的话 这个行情的性质 我觉得不太能认可 它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的多头行情 一个中继上涨缺口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经济环境 还是整个的市场的市值 还是资金面 我觉得都不支持这样的行情 所以说这里应该先补掉这个缺口 然后再慢慢震荡整顾 低点在哪里呢 应该在3300下方 这是我上次节目里也讲的 因为我们每一波调整 都会调到前面一个高点的下方 那么如果说能够回到3300下方 那么这个位置应该是短期 可以去加重仓位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仓位还是要控制的轻一点 也就是说胡桑如果要做 就是明天做一天 是吧 可能会去买股票 然后等着节后回来的第一天 你要考虑的 其实就是卖股票的这样的动作了 这个还是比较偏短一点的 但是其实这个市场也有人 肯定有这种观点 觉得现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你看3331那个缺口就是不补 昨天我们有这样的观点 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强啊 是吧 说明就是下不去啊 所以这应该是可以让你加大仓位 甚至中线可以看涨的位置 这是有分歧的 来听听孙老师的观点吧 您怎么看 咱们既然提到这个缺口 你觉得迟迟不补 接后会选择什么方向 明天能给出一个 比较超预期的市场表现吗 明天可能也很难 给出一个超预期的 因为我觉得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 本身就是风险偏好比较大的 那么国债这个回购的这个利率 再怎么算的话 其实还没有股票涨一个点来得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有一部分投资者 今天卖了股票 去博那个国债收益率的话 其实本身也就是说 他可能已经被这段时间的行情 已经折磨的 已经想暂时要退出去观望一下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明天很难让这部分人 然后以大仓位来回补 那么这种情况比较少 所以说出现这个超预期的情况 也可能概率比偏小 那么我觉得后市的话 可能在这里还得震荡 还得以时间换空间吧 这个缺口我觉得补补补倒是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不用 你只下面的这个缺口 对 不用纠结在这上面 那么但是我觉得可能调整的时间 可能还要延长 你认为的调整时间是怎样延长 就是也许我们过完结了之后 还有个一到两周的调整时间 那也就是说还是这个整个 3.9要下的调整还没有结束 没结束 还是要继续去创新低是吗 不一定创新低 但是时间肯定没到 比如说这个 因为在之前 我们之前的话 其实主要的跟那个上证50的话做比较 那么上证50的话 其实已经有四个月的一个上涨了 那么这也是四个月上涨 连续上涨之后 第一个月线的阴线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 我们认为这边调整的话 那么一个半吧 一个半月的一个阴线 我觉得是完全是有可能的 也是非常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 因为这是A50毕竟是一个龙头嘛 那么我这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 也是A50带起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上证50 可能还调整没结束 因为我们之前也判断了 其实大盘 无论是止跌还是冲关 那么都需要权重股的一个配合 那么在目前来看的话 权重股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要想配合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可能时间上面还得延长 那您认为 您现在看50的这种走势 您觉得还要继续调整是吗 可能还要延长 您觉得这个延长 50的话只是时间的问题 还是空间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 也是时间的问题 也是时间 空间你认为都到了是吗 空间其实真正下去的空间 应该不大的 因为各大权重指数的板块 那么特别是前面的一个周期股的 那么基本上其实一个月 已经调了整整一个月了 他们都已经下了一个台阶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系统性的一个风险 或者是一个大盘指数 再有一个急跌 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一个 指数的一个模底的一个状态 就指数的模底 您是在这个3300之上 这个位置上模底是吗 是 模完了之后 你认为还是向上的吗 还是向上 还是向上 那我们就是用时间来换 未来上涨的空间 对的 是吧 您是这样判断的 刚刚孙老师提到一点 就是说大家其实 今天去做回购的人 明天你的意思是说 就算钱回来了 他应该也不太会去买购票的 不太会出手 是吧 至少也不会用大仓位 大仓位 有可能 比如说今天出来了半仓 那么明天用四分之一的仓 去回补一下 也就我觉得也就顶多了 因为到目前这个时间点 你在做这样的操作 那明显肯定就是认亏了 本身大家去做这件事 一是觉得可以赚个几天的利息 二其实更多的情绪上 是不是也是在规避风险 对的 是吧 其实本身也是在做这样一件事 耐不住煎熬 耐不住煎熬 这个市场很磨人是吧 对 其实说到这 其实大家也有很深的感受 因为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说户指的这个叫什么 21个交易日的低震幅 就一直一直在创纪录 创纪录 现在我们依然是这样的一种走势 就天天就是基本上指数 就是波澜不惊的 但是个股时好时坏 昨天好 今天就很差 所以这种低震幅 来听听几位的观点 刚才孙老师说了50 然后听听于尽的观点吧 50也好 包括权重也好 是不是确实封杀了这种空间 低震幅就表明跌不下去了 下跌的空间是不大的 但是这个下跌的趋势在 大家从这个上证50的一个区上看 其实指数这两天 一直是被五天线压制的 那这个五天线的下跌的速率是多少呢 大概一天三个多点 那就很显然 一天是0.01个百分点 那0.1个点就够十天了 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比较同意孙老师观点 就是向下是没有空间的 但是向下必须要有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去在这磨 我的建议是最好把这缺口补掉 为什么我这么想 因为其实天天在跟朋友们沟通 天天在跟这个股民沟通 他们每天问的最大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这个缺口什么时候能补 他们问这个问题的点是什么 觉得补了我能进场了 还是补了觉得去世坏了 他就觉得补了他就想进场 他手里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资金 他就是觉得这个缺口没补他不想进 就是虽然说这个缺口 我们再三地跟他解释 可能实际的意义并不大 但是心对于我们很多的股民 心理的影响会非常的大 他一定就 他就是跟这个缺口他就杠上了 他就一定要补了这个缺口 他才能放心 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市场里面 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观点一直存在的 所以说最好补掉 大家就安心了 因为其实就一个点 对 大家其实也就安心了 其实就是一个点的空间 胡桑刚才也在说 你倾向于缺口是要补的 你觉得这个缺口 如果补了对你的意味是什么 是觉得说补了我就要进场了 还是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 补了我也不会 就我可能会适度找一些品种 开始逐步加仓 但是真正的重仓的位置 还是在3300下方 对 那么这个缺口对我来说 补了就证明我之前的观点是对的 那么对大盘的判断也好 不管是个股 还是市场整个大环境的判断 就说明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我就可以继续原来 我的这个操作策略 就是这个缺口对我来说的意义 可能就我会看得更加重一些 因为它毕竟是第三个调控缺口 如果它这个位置 真的这个缺口都不补 还要往上走 那我可能要去重新寻找 它不补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这个市场 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我没有看到的变化 但是所以说 在目前的状况下 我还是倾向于 它是补掉的 对 因为你是按照你原来的 判断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 对 去验证这个缺口的 所以其实刚才于静说的 这个有投资者 觉得这缺口很重要 如果按照这位投资者的观点 其实这个缺口真的不重要 因为你这一个点 你补了之后 你认为它会进场吗 它可能不会进场 或者大资金会进场吗 可能也不会 就是像它这样了 倒真的不在乎 这是不是有个缺口 大资金可能更重视的是 个股的选择 行业的配置 但是对于我们 普通中小投资者 因为今天一天就光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就天天就在 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 大家真的是很 很关注 这样一个点的缺口 真的是很关注 可能是您身边的 这投资者比较关心 但如果对于市场的 趋势的判断 你现在是怎么判断 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吗 我觉得因为明显 最近一个星期 它是明显受到 五天线压制的 特别是最近两天 那周三的话 是向上打五天线 没有成功 那么周四的话 是继续这样的情况 而且因为本来 波动都比较小 那么在没有 特别强的消息面 或者资金面支撑的情况下 技术面还是比较有效的 所以就往下走 往下走的话 大概算了一下 应该在这个 3320点附近 就差不多还有20个点 补了缺口 在用下差不多20个点 20个点 你如果按照这样算的话 如果比较慢的话 应该会有两个星期左右 就是节后 差不多一到两个星期 才会把这样一个 短线的地点给它探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 再说后面在上上走的事情 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市场 如果这样走 会影响你的操作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一天跌 均线每天下13个点 对于个股的影响不大 它影响了只是弱势股 对于强势股的影响 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说目前这种市场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大家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很多股票在阴跌 而且期待了很久 希望阴跌的股票 会反抽一下 或者反弹一下 但是迟迟等不到 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这种股市 股指这样的向下走 哪怕是一天三个点 上证主股下走 其实对于低位的股票 没有成交量的股票的影响 是更大的 他们的资金会缓慢地流出 流入到那些市场的强势股里面 所以说对大家来讲 温水煮青环码 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点 如果说这种持续 两到三个星期 其实对大家手里的个股 可能又会有 3%到5%的损失 这点我觉得是 还是蛮厉害的 蛮大的 孙老师刚刚也提到了说 这样的市场行情 比较磨人 这个磨人是体现在什么 指数每天其实跌得不多 是吧 你看我们这二十几天 都在3330和3391 这一个狭窄的 60点的空间当中去运行 但是你的个股 绝对不是在这样一个指数 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去运行 你觉得就这样的一种绵绵的 感觉有点类似于阴跌 但它也不是天天创新低 会让大家是持绸 会有松的迹象吗 还是觉得你看 还是挺稳定的 其实持绸是稳定的 你怎么判断 投资者这种心态 我觉得这个 因为这个波动 是我看了一下 这个月线的波动 只有这个1.78 1.78左右 就是说这个阵幅 应该是有史以来 一股最低的一个月阵幅吧 我想明天也不可能 会有一个大幅的 一个上攻或者下探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的话 这个估计要创纪录了 那么一个月也就跌了 21个点 差不多就等于是 每天只跌一个点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看看如果8月份的 那个涨幅80几个点 如果按照这个跌数下去的话 那么这个80几点 可以跌上三个月 那这也是比较夸张 所以我在想 这个地方是不是 可能离真正的底部 其实真的是不远了 你觉得这是跌无可跌的 一种感觉吗 对 有这样的一种味道 那么我刚刚说了 其实很多个股板块 都已经下了一个台阶了 你在它下台阶的情况下 还继续有一个大幅下探 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么未来的 这个一段时间里边的话 这个行情可能还是 有一定的磨人的这种迹象 所以那你觉得就是 这种磨人的心 这是对散户的这个 或者说投资者的 这个持股心态 是最最要命的 那我就想问 你这种磨人的市场 你建议投资者 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 是没关系 指数只是磨人而已 我的个股早晚会轮到涨的 就应该是积极的 应该是坚定你的持筹心态的 还是说这种磨人的行情 你应该是且战且退的 应该分两种投资者 如果你是中线的话 那就应该是坚定持有 坚定持有 如果你本身是短线的 那我觉得这种行情 你就干脆不做 你看这种成交量 就证明短线 确实没有什么人做 对 我觉得就是干脆 你再继续等 等他那个磨出来之后再说 因为否则这样的话 很容易把自己的一个心态给做坏了 那么 你补充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问说 孙老师观点 我觉得越是这种磨人的时候 其实板块行情 购物行情会更加集中 会更加的火热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给大家选了三个板块 是这个吗 接近资金 后面的一张是吧 资金扎堆热门骨化那个图 对 这是今天的 我们看到 就选了三个相对比较热的板块 锐电池板块 133只个股 这个数量占比是3.9% 但今天的成交量占比 将近达到11% 5G是个股占比 是股数占比是1.45% 但成交量是5.3% OED39只个股 个股是很少了 但是成交量占比达4.3% 大家看到 就选了三个 有代表性的 他们可能200只左右 多一点的个股 它的成交量就占到了 这个互成量成交量20%了 那说明什么情况 说明大量的资金 还是集中在这些热门的股票上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价格是由量决定 没量就没有价嘛 如果一个股票 每天成交几百万 那很显然 它胜负就是一两分钱 所以说呢 为什么市场这么低 这么低迷的一个情况下 个股指数波动这么小的情况 但最近你看 大家看到 李天池也是反复的 有操作机会 包括这个5G版块 这个龙头个股连续拉 一个星期涨了40%多 是吧 包括今天表现也很好 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 现在市场 越是整个市场盘面冷清的时候 其实个股的行情会越好 但是呢 那个面太窄了 它就是那么5%左右的股票 所以说是20个股票里面 可能就一个股票有这种机会 但是如果说 市场整个的这个 见底 整个出现普涨的话 那么个股的 就是说白了 就是可能 有的会均占 本来市场是存量 首先大的环境战 存量 资金有限 对吧 资金有限的背景之下呢 能够真的是 推动起来的品种 首先就少 然后你刚刚说的 好的现象是什么 就大多数个股股肯定变成 慢慢地变成僵尸股 无人问津了 是吧 如果出几个亮点 反而你会吸引那些股票 一直跌的人觉得 我要去做那边了 我要去做那边了 是吧 所以你觉得这些东西会持续 对 而且我觉得目前 对于百分之七八十的个股来说 你是建议大家 割了自己手上 明明硬跌的东西 去做这些东西吗 你建议吗 其实现在 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干了 早就应该这么干了 但现在还不晚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股票 就是我们看 不论是大盘涨还是跌的时候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的股票 三分之二的股票 是根本就是 跌是跑出大盘 大盘涨 它跑不赢大盘 所以迟早是要出来的 我觉得迟早是 孙老师 他说现在还不晚 他这种观点呢 因为这些热门板块 我是同意的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 真正有几个散户能做到 说割了自己手里的亏损票 然后去追这些热门的板块 像那个毛台 天天创新高 对吧 有几个散户去追了 或者说之前的那个比亚迪 之前的万科 这也都是白马龙头嘛 但是有几个散户能做到 所以说大多数投资 投资者其实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对他们来说 只是看 那么就是 看个热闹而已 对 看个热闹而已 所以是重置 投资者呢 其实他为什么做不到 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就因为他 比如说 这边其实也没那么好做 对 没那么好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前段时间放量的最好的 都是那些周期的东西 对 对吧 现在这些东西就被套住了 我们普通投资者就会觉得 甚至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真人真事 他就是卖掉武汉反股 在低位的时候 因为僵尸股啊 不动 不动啊 卖掉了 买了一个周期的 然后周期调整 然后武汉反股长成这样 然后天天就是怎么说呢 心情也特别的糟糕 他就在想 主力其实每天就在等着 我抛到我这点手 然后越来越多的 当我们散户经历过几次 这种就是追高被套 然后低位的 一哥就涨之后啊 很多散户 其实就会选择去死屋 但实际上 我是同意嘉宾观点 你同意哪个 我同意 左边右边不一样 我同意左边的 同意他的 对 我觉得 其实弱势行情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学会如何做成 较量热门的股票 但如果是 像同意他这样 那万一就是像你说的 你刚把武汉反骨卖了 你追了周期 结果发现周期开始套人了 武汉反骨涨了 那怎么办 这是个极端的案例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说 大家可能会害怕 这样的极端案例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那你可能 你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说 你分批的操作 你不要总是一把说 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 你整体上 还是要控制仓位 然后你买股票的时候 就你要知道 你做的是热门股 你要知道 你的行为是短线 那你要知道 你什么时候该出来 对吧 就是如果赢的话 可能要对抗自己的人性 赢的时候 可能要忍一忍 而亏了 可能要及时的止损 去做下一个热点 就是这个要紧跟热点 我们所说紧跟热点 其实这也是 怎么说呢 每一个散户投资者 如果你做价值投资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只要研究报表就可以了 就像巴菲特一样 你不要看K线 你就光研究报表 今天什么 这个什么 是什么光电 那个叫什么 亨通光电 很好 你就买进去 不要动 对吧 五年十年 现在股价多少钱 你可能都不知道 对吧 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当然如果你做不到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做投机的 那你就一定要拿出 做投机的样子 跟做投机的这种气魄吧 对 你不能说我就死 我们现在是鼓励市场 要有价值投资 对 其实我觉得 比如你们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有点分歧的 就是孙小叔觉得说 这边其实你看起来热闹 实际上没那么好做 你割了自己手上的东西 你就坐那边 有可能你会赚到 但是也有大概率 你可能会被套在山顶上 那于静就觉得说 这个市场当中 因为就这么点钱 它扎盾就在这儿 所以你应该就是 找资金最多的地方 这是可以去理解 或者说可以认同的 但是有一个钱 就是时间点很重要 之前周期也很好 对吧 你如果看着周期行 你进去了 那你现在你看看5G 你看看芯片 那你又是只能干瞪眼 你还是割了自己手上的东西 所以时间点也很重要 我们先把这个讨论到这儿 就其实想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你手上条一直没动 那你该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具体的一些热门品种 刚才既然于静提到了这两板 我们就来说一说 资金扎盾的热门板块 锂电池 5G OLED 你看这个成交量的占比 确实就说明 本来就存降 资金有限的背景之下 他们更吸金 但你怎么判断 这些东西 你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万一人家出现了拐点了呢 就成为下一个周期了呢 对吧 你是怎么判断 既然你建议大家做这个 你觉得它应该怎么做 这个一个热门板块的启动 首先大家分析 背后是一个消息的推动 还是一个由于整个产业链 就消费起来了之后 这个供给需求起来了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过程 那比如说我们 这举的这几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5G 那明显是一个大的需求 未来的5G的话 会就是说 我们的无人驾驶也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虚拟 虚拟这个现实也好 都是要建立在一个高网速的一个基础上 你没有一个5G的支持 是不可能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说的这个 锂电池 锂电池整个新年期的产业链 这个大的逻辑 已经不需要说太多了 是吧 它这个未来肯定支撑着 这未来几十年的 这样一个反复炒作逻辑 但是呢 有一点东西大家就要注意 就是如果说你要去追 有色或周期类的品种的话 这个就相对来说麻烦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产品价格波动很快 比如说像很多化工的产品 很多像很多有色产品 包括煤炭钢铁 它其实每天价格波动得很快 所以说呢 做热门骨一般情况下 就是周期类的话 你就是说有期货价格的 相对来说 你可能要研究得透一点 但是如果是这种非周期类的 如果像食品饮料呀 或者是通信呀 或者是消费这类的 相对来说 你只要找一个五周线的买点 你可以等它 你不要追 我任何的情况下 是不建议去追的 热门骨也会回调 冷门骨也会反弹 但是呢 热门骨的那个回调 叫回踩确认 下跌趋势中的股票的反弹 它叫反抽 它叫它去打下跌趋势上轨 要再套住一批人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大家要区别清楚 那你如果说 这个节奏感出来之后 你完全是可以把握一些机会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你刚刚说 用热门骨这三个字 来去说最近的这些热门品种 但其实热门骨是什么 其实你每天都有热门骨的 热门骨 其实是一直换的 那不然的话怎么叫热是吧 你如果说你看好锂电池 看好5G 或者说芯片 人工智能等等 你得是什么 你对这个板块 有中线看涨的逻辑 是吧 那叫趋势库 是吧 趋势走出来了 所以你认为这些事 你才建议大家每次回踩 那叫回踩 是吧 那不叫反抽 对 这个 你是相信他们的 就是我们研判一个板块 有没有中期行情 因为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去做价值发现者 就第一把火 这个第一波资金 这个我们是没有判断 你说5G 这个说了这么 也说了很多年了 它不是新的东西 有资金进来之后 第一波资金进去好了 它肯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我们再有充足的时间去判断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长期的东西 还是一个短期的东西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研究清楚之后 做第二波 其实对我们中小股民来讲 做第二波最好 因为第一波都是追涨的 追涨的这个事情 任何情况下 都不是很 因为第一波涨完之后 看回调的幅度 如果真的是 只是概念没有实际支撑 它一定会回到原地 如果真正是有业绩支撑 或者是真正的资金 关注它的话 它不会回到原地 它会在半山腰上面的位置 它就止住 那这个时候 大家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出来的 孙老师呢 孙老师这个他说的您同意吗 他认为像5G 锂电池 芯片 人工智能 这些都属于 有中线确定上涨逻辑的品种 所以逢回调可低息 这个同意 因为这个从产业链的角度 或者说国家政策支持的角度 来看的话 都是未来空间也很大 那么行业前景也非常好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 反复可以做的 那么这个就 跟前面这个问题 也联系在一起了 我觉得 如果你中线的话 你可以一直持有这些票 那么如果你长期看好的话 这个行业 这些票也可以一直看好 然后你在这个当中的 你可以适当地拿出一部分仓货来做做短 那么摊低一个成本 这个也考验一下 你的短线的技术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 你把一个中线的票 适当地练练短 也我觉得未尝不可 那么这个比你随便找一个其他的票 来重新做短线的话 要靠谱的多 也安全的多 中线品种 做短线的这种波段的操作 是 是吧 这能操作操作 不能操作 你可以持有 对的 你建议 你这些品种也都是看好的 看好的 好 一会儿来说出怎么选 明天能做什么 胡桑看好吗 我里天吃5G 对 因为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板块轮动 其实这两天 一直在给大家呈现 这个板块轮动的节奏 因为每天都特别快 你看昨天好的是什么 钢铁 对吧 煤炭 有色等等的 你看今天跌的最多的就是这些 煤炭有色钢铁 昨天还有锂电池来 干风里也还涨了7个点 对吧 然后你看今天就出现了调整 但是昨天不抢眼的 像芯片 次星果 今天倒是最抢眼的 这就是短期来讲很难 特别有持续性 但是如果时间周期稍微长一点的 你觉得哪个是可以值得大家关注的吗 我觉得从这个大的基本面来讲 其实锂电池 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的 但是从短期的这个技术形态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5G 它的这个整个指数的那个底部形态 是会更加的漂亮一些 这个是比较明显 就5G可能有一个很漂亮的W底 然后是长期下降趋势 突破带W底的这个走法 然后突破新高回踩 然后现在又在上涨趋势当中 但是我是这样跟建议大家 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如何去做好这种选热点的品种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重心多在研究 什么样的信号是头部信号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到 就我们有句话说叫会买的是徒弟 会买的是师傅 其实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就如果大家能够识别出来 什么是头部信号 那就能够知道什么热点还没有结束 其实热点结束的时候的头部信号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其实还都差不多 真的都差不多 比如说呢 如果大家能掌握到这个头部信号 那么精准就是没有这句话了 会买会买呢你说 从中期的角度上讲 我之前也做过研究 中期角度上就是怎么判断一个 大的周期结束 就是股票在高位 横盘的时候不停地处理好 但是股票就是没法再创新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往往它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中期头部出来 因为考虑到这个比如说 大的资金要派发成马 因为不处理好消息 不放业绩 怎么去派发成马呢 所以说有这种 但技术上 胡当可是不是要说一些技术上的 对 技术上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就连续出现板块当中 有一到两只个股 有大幅 比较大幅的低开之后 快速拉高收大阳线 这种是一种头部信号 然后呢 就是出现顶部有一个小平台之后 有向下跳空缺口破位 这也是一个头部的信号 就是说为什么说 并不是说你会控制头部信号 就会识别头部信号 你就能卖在最高点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能够知道 什么是头部信号 你追涨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追完就逢回调 你能够心里有底说 这里还没有头部信号 那只有当你具备这种素质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参与到 这种热点当中 不然你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5G刚刚追进去 第二天杀一个阴线 你割掉了 然后人家又涨停了 然后你就很郁闷 然后你就回去 老老师是选了一个横盘的品种 但是它就一直在阴跌 所以说基本上 还是要能够去判断头部 就你们要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花心思 就什么品种 头部信号都是有些 哪些类似的地方 如果没有头部信号出来 那么这里调整 全部都是回踩 不管它踩的 这个K线多难看 只要没头部信号 它就回踩 我是觉得反正 都是一些经验 基本上 大家多去研究 很多投资者总是去研究 什么股票从底部起来的 底部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其实你多去研究研究 头部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告诉自己 这里这个热点没有结束 它就一定还会有新高 那我就可以继续拿着 对 这也是一个思路吧 这个我们稍后来 听听孙老师的观点 重点来说一说 明天可以做点什么 到底是应该 把仓位控制在 什么样的一种水平上 是比较适宜的 一会儿来听听几位的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第一财经 进入股市微信当中 张募瑞投顾的情况 只要你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面 有资格认识伸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谈一下 明天到底是用 什么样的仓位 来过国庆节 我们今天其实有三个选项 我们让三位来选一选 轻仓三成以下 半仓五成左右 重仓八成以上 你们怎么选 孙老师你觉得 是什么样的仓位 我仓位是比较重的 是八成以上吗 对 八成以上 那么本身对后市 也可能偏乐观一点 因为刚刚我也说过了 那么另外一点 我觉得因为我是偏价值投资的 我从基本面研究出发 所以如果对一个行业 对一个公司研究的 比较透的话 其实应该是要多一点 持股耐心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能如果不到 止损位的话 也一般性都是 即使有较大回撤 也会一直坚定持有 那您这八成仓 现在主要配哪些方向呢 您觉得 就是配在这个锂电池 5G和那个芯片 锂电池5G芯片 对 全是配在这上面 全是近期的热点上 那你是觉得 这些热点都没走完 是吧 因为整个 应该说是整个行业 前景都非常的乐观 那么 这个可以炒作的过程 我觉得也是比较长的 所以大行情的话 绝对是没有走完 那么小波段的话 可能暂时先忽略一下吧 不需要那么在意 那么 除了压到自己的 止损位以外 那在选择的这个标的上 您的这些思路是什么 比如说您是擅长 基本面挖掘的 是吧 所以您一定 从基本面的角度出发 对的 对吗 然后那 但是你看 因为5G也好 芯片也好 其实你这个 因为它细分的子行业 其实特别多 您是怎么选择一般 我觉得您上次的节目 跟我们讲了一下 芯片的不同的公司 在做些什么 是吧 怎么去找这种 你能够认为 价值投资的一些龙头的股票呢 首先我觉得一个是业绩 另外一个是催化剂 行业的地位 那么这个都是选择 各股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标准 那么我觉得 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 更加看好的 应该还是这个 它的这个上次公司的业绩 就是未来的一个成长性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怎么说呢 因为毕竟这个板块 板块的个股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你整个产业链挖掘 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节点 都挖的都是不一样的票 那么只能说 也是坚定自己的信仰 如果你坚定 持有这个股票的话 有可能它会有波折 有可能它会暂时不涨 那么只能是坚持 好 这个具体的个股 咱们不能涉及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 比如说有看头上面 孙老师这些思路 他是关注到了 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组合 相关的品种当中 但是他说的比较明确了 八成的仓位 布局的什么 就是究竟的热点 5G 芯片 力电池 我们一会来看看 另外两位嘉宾会选择什么 也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上 今天的投票结果 刚刚通过广告的时间 也和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 聊了聊 像孙老师刚刚提到的 我们这个没有充分说明白的 就比如说力电池当中 孙老师更看好 比如说整车这一类的 芯片当中 比如设计 封装这些都有 上次也跟我们分享过 以及5G当中的 像光纤 光缆 这些就从行业的角度 是可能会有比较确定 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品种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 余晋 ABC仓位上 你会选择哪一个 半仓 半仓 半仓拿的是强势的购物 比如说5G 你也是5G 5G还有呢 5G还有芯片 但我拿这个芯片 不是那个芯片 我是LED芯片 就是还是不一样 但其实差不多 就是可能大类 相对差的比较多 为什么半仓呢 因为我这个人呢 是这样的 就是赚多赚少无所谓 但是我不喜欢亏 那么因为 谁喜欢亏 就是我不喜欢赌了 就11时间就是说 如果说有可能 截后 比如说 因为假期特别长 在期间如果说 外围有些什么变化的话 那可能 这个很难对冲 很难对冲 所以说 拿着比较强的股票 还是保持半仓 这样一种思路 所以你的半仓 刚刚说一个是5G 5G里面 还有就是LED芯片里面 5G里面 你是偏向哪一个 细分子行业 5G呢 就是大公司 都市值 行业龙头 那这个大家一说 市值从前往后排 大前面的 所以你比较喜欢 这种基本面确定 行业龙头 对 因为越大的公司 就我比较欣赏一点 是什么呢 包括那天 我来讲了 我说这些 大市值的公司 都敢冲到前面 那就说明是真有事 真是好 如果说一个行业 启动之后 你发现都是市值小的在涨 市值大的都不动 那就说明 这个只是一个 短线的东西 包括那天 我们不是分析了 就是5G里面 你像这个什么 中天亨通 风火 中心通气都冲在前面 而且一直保持强势 而且还能拉涨停 那这就说明 这个整个5G板块 是得到大资金关注的 不仅仅是一个 短线的一个消息 消息促进的一个行情 所以你是以5G和LED 这两个品种为主导 胡桑呢 胡桑之前仓位 应该一直都比较轻 你觉得你决定 要用多少仓位去过节 我之前是空仓的 但我现在我觉得 明天可以补到三成仓位 但是我不建议 再追5G 我觉得这个位置 5G肯定要到节后 如果一波调整的话 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对于中长期的机会 我是非常认可的 我觉得这种品种 一定还会有 就像这些业绩好的 中心通讯 风火通讯 这些东西 肯定还会有持续的 就沿着它的这个 60天均线 或者30天均线 有延续的上涨 但现在短期的 乖利率可能 还是有点偏大一些 就去配置 可能不太理想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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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回撤的人 我是不希望有任何的回撤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如果说大家想去埋伏 就去这个三成仓位来埋伏的话 我觉得可能被忽略掉的一些什么航空啊 旅游啊 酒店啊 就这些东西可能会在十一当中 可能会出现利好的 而且短期又没什么表现的 然后如果说今天又有尾盘 被这个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回购 说错杀的 明天又没有高开 那么我觉得短期就有一个 可能比较舒服的两三个点 甚至更多的总机会吧 那么你拿一点轻的仓位去拨 万一出现比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去跌到短期就跌到3300以下 你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回撤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整体还是偏紧甚的 对 但是你刚刚给了几个思路 一个是旅游是吧 然后航空 其实整体就偏可选消费 是吧 大消费这一类的 对 差不多 但是像你看 正好于静做了这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 就节前资金呢 其实倾向于布局的 已经开始布局消费类了 你看最近涨得好的是什么 一个通信设备 其实就是以5G有关的 已经7%的涨幅了 整车当中的2.59% 比亚迪一个人的成分 其实占比就很高了 国防军工 钢铁 但今天是跌的 其实就基本上抵消 对吧 但是唯一好的是什么 今天涨 再可以看一下 今天涨 然后还能5个 5个交易日以来 都有不错涨幅的 饮料制造 食品饮料等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酒吧 这是酿酒指数 对吧 历史新高 特别巧 所以在科学消费当中 胡桑会选择 像酒啊 食品饮料这些吗 食品饮料和酒 也是最好等回调 这样的你也不太会碰 对 还是怪力率偏大的一些 还是要谨慎 对 谨慎 你呢 我觉得白酒的上涨 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那并不是因为酒 多好 因为我跟他之前也提过 历史高位的股票 有两种情况 一种叫历史高 历史高价 历史高估值 白酒就是最明显的典范 就是茅台 他虽然说股价最高 但他估值也是历史最高的 这种情况呢 就是他不是一个 很好的中线买点 但有一类股票 就是比如说像 我们知道的这个 像通信行面或者是5G 等等等等 有一些 还有包括LED 它里面一些股票 它虽然说股价比较高 但它是一个 估值低位 相对来说是估值低位 我比较喜欢的一类个股是 价钱一定要在上面 位置一定要在上面 但是你这个估值 不要在上面 要在下面 那这种就会带来一种 非常好的情况 就是市场所有人都赚钱的 但这个公司呢 绝对估值不贵 那这种情况是最好的 就是技术上没有压力 但是基本上又有支撑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是会一直表现 对 当然大家都喜欢 找到这样的号票 好 一会儿来看看 孙老师的观点 明天可以做点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在微信上今天的投票结果 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有非科智能店 请问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屏股 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伟号 554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还是可以 申购三只新股 这两天申购的都比较多 经年科技 300709的申购代码 38.7的发行价格 8500股的申购上限 以及金城股份 732396的申购代码 19.47的发行价格 18000股的申购上限 以及万龙光电 300710的申购代码 14.75的发行价格 17500股的申购上限 明天的盘中大家记得去申购一下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仓位的选择 三成以下 22 五成左右 24 八成以上 54 这个比例特别高 重仓的有80以上 有50多 我觉得大家对于 截后的行情真的 特别期待 来看一下仓位的情况 这个已经其实比较明显了 但这个还比较平 你看满仓的高达22 我看来这个调查 就觉得大家真的蛮积极 蛮乐观 在这里 余静把刚刚那个回购利率 重新再算一下 刚才有点算错了 说错了 就是如果说10万块钱 按照这个10的一个利率来算的话 是这个11天 大概是300多块钱 大概是这样一个事 所以大家如果做了这个回购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 其实本身就是偏保守 偏规避风险的一种情绪的 孙老师来说一说 你看我们这重仓的这么多 跟您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您怎么看 我觉得要分什么品种了 那么还是我觉得要有行业前景 上司公司本身自己业绩优良 那么成长速度也是不错的 这些呢 你重仓持有就持有了 我觉得这个乐观一点 也没什么坏处 因为我最近也一直跟客户说 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卖牛的行情 那么结构性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一定要做到 涨上去了要舍得卖 然后跌下来了一定要赶买 那么我觉得 如果你仓位比较轻的话 我还是建议 要该逢低布局的要逢低布局 所以您的这个提示 就今年一直大家都觉得 涨上去要卖 大家就学不会要卖的这个动作 要舍得卖 一定要舍得卖 真的是要舍得卖 因为如果你不卖 涨完了之后 你接下来坐在电梯 然后就别的东西再涨了 是吧 就轮不到你自己手上的品种了 然后这段时间 你又无所适从了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很容易心态就做坏了 但是您刚刚说的 你倾向于这个行情 还是比较乐观 比较积极的 这样的品种你可以称 你认为什么样的品种 是大家不可以持有 重仓国节的呢 除了你这些 资源类的 像周期呢 周期怎么说呢 因为周期这个节奏 太分化太严重了 像有些像云铝什么的 还处于高位 高位 根本就没怎么回调 那么钢铁呢 有一部分股票呢 其实回调已经很深了 所以我觉得也是分个股来看 反正也是做到这一点 就是高了敢卖 然后低了也敢买 反正这个只有一个标准吧 就只要是大涨过的 你就卖就好了 当然这个大涨过 你也要看看 就是同一个板块当中 别人的股票